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技术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Octotree 看GitHub代码终于不用再骂人了 为什么要骂人 是这样 咱们如果用过GitHub的朋友 同时使用浏览器 用GitHub的朋友 您在看代码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很费劲呢 怎么费劲方法 咱们今天就试一试 我今天访问一下 通过浏览器访问一下GitHub 咱们看看好用不好用 咱们试试 比如说 我就上我的GitHub 行不行 然后比如说 我打开我的Doka 可以吧 然后大家请看 有很多的子文件夹 对吧 这子文件夹 我要想看里面内容 我需要把它点开 进入之后 能看到里面各种各样内容 对吧 如果有原代码文件的话 咱们再点击 再进入原代码文件 如果我是不想看文档了 我想返回到上一步 咱得需要一步一步往回退 对吧 这个竖型结构 虽然组织的很好 但是因为是浏览器的原因 咱们看起来 非常的不方便 哪不方便 咱们的导航 非常的不方便 GitHub 它这个点做 其实不是很好 那么咱们怎么解决导航 更加方便的问题 是这样 比如说 因为我的课件内容比较少 所以说咱看还不太明显 比如咱们看一个TensorFlow 看看它的原代码 对吧 这个Git学习 现在都很火热 对吧 咱们就看看它 我想看TensorFlow代码 该怎么看 大家请看 这是它的整个目录结构 我打开一下 又这么多目录结构 我再打开一个 还这么多目录 我想找到我想看的那个文件 非常的麻烦 对不对 不是说咱们不能找到 非常的麻烦 对吧 那么我怎么有一个 更快的方式来导航 比如说我现在看到 这个Java这个文件 我也能看了 读完之后 但是几个文件 其他还得有关联 我想看看 其他的引用Import的文件 都该怎么看 GitHub的浏览器的版本 没有给咱们提供 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对吧 咱们只能通过 面包械的导航 一点点 再看到咱们想要的文档 非常不方便 降低了咱们的 阅览速度和工作效率 那么该怎么解决 今天我就给您讲一讲 这个话题 推荐您一个工具 OctoTree 咱们如果使用这个工具的话 那么这样咱们 再用浏览器的方式 看GitHub代码 会更加的有效 这是它的官网 咱们一起来访问一下 通过这个工具 您发现 原来看GitHub代码 很轻松 很轻松 它其实是一个收费的软件 但是咱不收费的 这个部分的功能 应该是足够了 大家看这个画面 建设动画 它是给咱们在浏览器中 装了一个插件 让咱们非常灵活的 能够看到GitHub上面 所有的代码 非常简便 非常的简单 怎么做 咱们马上就做一做 它是可以下载 咱们不用下载 咱们用什么方式 咱们用浏览器插件的方式 该怎么做 咱们看一看 这个地方 我把插件的URL粘出来 有朋友说 这个URL 你是怎么找到了 咱们一两点做 我把这个key拷贝一下 咱们进入咱们这个Clome 咱们大家都有这Clome 这个网上商店 对吧 咱们进入这个商店 然后咱们在这地方去搜索 这个Octotree 就可以了 对吧 大家请看 这第一个就是 而且这个是五星满星 咱们把它安装上 就能够实现 咱们这个用浏览器 用浏览器快速浏览器 这个gethub代码的功能 咱们试一试 我现在马上安装 Go 看一看 安装上之后 这有了是吧 我浏览器的 应该是这个Clome版本 还不是最新可能 我装置不是正版的Clome 是这个Clome 不是说不是正版 是Clome Minimum 这个是一个OS的版本 好 咱们再刷新 咱们Clome 大家注意看 有什么区别没有 没看到是吧 大家看这个画面的左边 这多了一个sidebar 对吧 这sidebar呢 他去给他们分析 咱们当前打开的 这个gethub里面的目录结构 然后大家请看 把它列出来 咱们想看哪个结构都可以 咱们想看哪个文件 大家请看 跟浏览本地文件家 是一样的 没有问题吧 大家请看 非常的方便 比如说 咱们还看看那Java文件 Man Java 这可以拉大 对吧 然后点击一个 这不是Java 这是Native 这是C++ 随便看一个上下文件 大家请看 这边都可以看到了 对吧 非常方便 然后这个sidebar 这个地方还可以把它固定住 这样的话 咱们在浏览文件的话 会更加的简介方便 对吧 咱们再看一个别的 比如说Tensor TensorFlow Tensor什么东西 向量 对吧 TensorFlow 右面呢 就是它的代码 这个就非常的方便 对吧 这样呢 咱们不用把这个库 下载到本地 通过浏览器的方式 就能够达到自由的浏览代码 对不对 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我觉得呢 它虽然是个收费版本 而且是按年收费 但是咱们可以不装它收费 它收费版本 其实功能也没什么 比如这个黑主题 这个代码校对 这个多tag 仅仅是一些 怎么说呢 可有可无的功能 如果愿意支持他的朋友 收费 但是我觉得不用收费 收费多少钱 应该是一年30美元 多少钱 一年35美元 虽然是 也不算太便宜 对吧 但是我感觉咱们 基本的功能 它就足够了 像我的功能 我的要求就满足了 我就是说 直接打开一个 这个GitHub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只要能看到 随心所欲的切换 这个我想看的代码 就可以了 报这个代码的高量 咱们不用通过它的方式 咱们通过这个GitHub 自己的方式 代码高量 也就显示 就非常不错了 对吧 黑主题什么的 应该说也没有必要 这是一个 我在工作中呢 用到的工具 我觉得这个很不错 所以说呢 今天做个视频 推荐给您 希望您能够喜欢 这个工具 OK 以上就是今天 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内容不是很多 希望对您这个工作的 效率提高 有所帮助 然后呢 以下呢 这是我的GitHub 这个最后呢 是我的这个 小马视频的官网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订阅访问一下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 就这样吧 我呢 会不定期的 给您分享 一些个有趣的 这个技术视频 希望您呢 能够关注我的频道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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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